在我们了解大数据机器学习的背景之时候,我们开始学习机器学习的相关概念。 接下来,我们将会介绍机器学习和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关系,比如人工智能、计算机视觉、数据挖掘、统计学习等学科。 人工智能是最初始的理论体系,是一门科学。 它的目标是为机器赋予听觉、视觉、触觉、推理等智能。 专家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。 而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,包含有罗吉斯蒂回归、SVM。 决策术、贝悦斯方法等。 而表示学习是机器学习中研究如何得到一个好的表示,从而使后续的模型学习任务更容易。 浅层自编码机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 而深度学习就是目前我们进行大数据机器学习的主要方法。 多层感知机就是深度学习的一种, 还包括卷积神经网络、深度循环网络、深度Q网络等。